哈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10月10号进行的围甲联赛的这个快棋赛 这盘棋由黑方王世仪对战白方李轩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搓小木 白棋新小木 大跳 高挂 然后右上脱退定式 黑棋挂脚 白棋小肩 黑棋逼住 这个走在高位 然后白棋点脚之后再三路脱 这个也是经常能见到的一种固定的走法 黑棋这个地方可以局部脱签 实战他选择的是二路漏 那白棋挤一个靠压 像这里的这个走法都是属于固定套路 打吃 沾上 虎一个回家 白棋再打 黑棋沾上 那白棋这里很厚了 所以说也暂时不用走了 那接下来白棋二间低夹 黑棋上边继续顶完之后冲 那白棋再拖先 黑棋这两手呢只是为了拿住这里的空 那白棋再来一个手脚 那黑棋拆边 接下来的话 这个因为黑棋左上的这个空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白棋也可以选择去掏 这里呢有这种三路脱的下法 或者说这种二路漏 那走的更多 黑棋挤一个 白棋可以打了之后往外边虎 那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再虎 这样也能掏出来一小块 白棋掏这里的话 黑棋就左下掏空 飞回去 实战白棋飞风 黑棋往脚上补一手 白棋再手脚 然后黑棋往上跳一个 这个是一边扩张 一边威胁白棋的这个后势 因为你再不走的话 这个头就已经 到黑棋的这个后边去了 所以说白棋先出头 不然的话被封锁还是比较危险 接下来黑棋 左下角 靠了之后扳掏空 这个立方可以说是教科书的走法 那我们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白棋从两边打吃 之后会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看一看从这打 黑棋沾 然后白棋再虎一个 之后黑棋要活的话 可以先冲 这个棋 如果说白棋挡住 黑棋可以小尖 因为这个时候白棋也冲不下来 会被断 这样的话黑棋联络 像脚上这个打呢 你可能打的 先打的话白棋就跟你做结了 而且这个底下很有可能 白棋直接冲下来 给你转换 比如说黑棋可以先不打 直接联络 白棋打吃黑棋站 这样他在虎下来呢 黑棋打吃 活棋 一路搬的话 黑棋靠这个其实也能活 因为你搬的话 这个外边的 粘是一个先手 白棋得补断 然后你再立下去 里边也是个直四 挖粘的话 这个黑棋已经有只眼 然后外边挺头 这个白棋也杀不了 所以说黑棋冲的时候 一般来讲 白棋会选择二路搬 这样这个黑棋 就不能去断吃了 因为白棋联络之后 你要是提一毛不拔的话 那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被白棋压过来 黑棋只要被包进去 这个死的更多 所以说白棋二路搬的时候呢 黑棋大致就是冲出去 然后白棋沾 黑棋再撑 然后因为白棋左边 是这个二路虎 所以说这个跳 也是不怕黑棋冲断的 然后黑棋底下冲 白棋再跟着补一手 这样黑棋也可以稍微 削减一下 这个白棋的角控 这也是走的比较多的一种下法 实战 白棋选择的是断打 再打吃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这个走法呢 黑棋也有机会做活 当然这个 前提条件是外边 不管你是这儿也好 还是说旁边也好 要有黑棋的紫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摆一个示意图就知道了 比如说黑棋这里碰白棋长 有了一个紫的接应 关键就是在于 黑棋的小尖 可以帮助作活 因为底下要搬过 白棋得搬去祖渡 或者说立下来 或者说尖顶 这样这个都无所谓 有了这一手二路尖之后 黑棋立下就可以活了 因为白棋不敢打 打的话被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挺头 黑棋这两颗子 白棋是封锁不了的 外边随便你是小尖小飞 都封锁不住 然后关键就在于 黑棋多了底下这手小尖 白棋就无法通过 这个二路大跳 去跟外边联络了 脚上这块棋呢 要遭到黑棋的反杀 因为黑棋的气也足够多 所以说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只能去虎一个补断 然后黑棋可以再打 刚好就活在里边 所以说 这个靠了之后再搬 就针对这种二肩地夹 脱先飞风 后续的这一系列变化 大致如此 实战白棋打了之后打仗 黑棋也没有着急去外边交换 虽然说这样能活 但是毕竟 这个以后白棋往中间撂一颗子 你会发现这个白棋右下的配置还是非常不错 效率很高 所以说黑棋就先保留了 先往上冲一个 然后白棋单退 这个你再一路冲下去呢 是分断不了白棋的 因为他这个长一个 再冲再跳 再长再小肩 这个两边都可以撑得住 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练回 所以说实战黑棋冲了一下之后 直接飞去围左上 然后白棋再来一手肩冲 一边出头 一边这个 要发展模样 所以说黑棋飞一个 这样白棋先手安定 再往中间去走棋 这里其实也是双方模样 消长的要点 黑棋如果说 跟着围 那首先你还没有完全围住 这里还有穿香眼 而且白棋自己也可以得到这个发展 实战黑棋觉得互围的话 不如白棋围的大 所以说他就往底下去肩冲 然后白棋爬一个 黑棋再跳 之后白棋震头 强攻黑棋 黑棋跳一个 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再靠出 那就看这个黑棋 置孤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白棋长 然后黑棋再挡下去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底下一旦有黑棋的子 让这个黑棋脚上 二路小尖成为先手 这里是可以活的 所以说现在顺理成章 白棋是可以选择二路搬毡 先把这个桥给补了 同时搜根 然后再让黑棋出头 这样就算攻不到的话 至少周围能补的地方全部补好 能占到的便宜也能占到 这个是比较稳妥的一种下法 那始战白棋走的是这个长 黑棋搬了之后 长一个白棋飞锋 因为这个棋 黑棋如果说现在在脚上动手的话 不太合适 毕竟外边这块棋不活 你再让白棋补一刀 封锁的话那很容易死 所以说脚上来不及管 只有卖掉 黑棋搬白棋反搬 但很奇怪 接下来为什么黑棋没有先沾这个 其实应该先沾 先沾的话再顶比较好 因为站肯定是先手嘛 实战没有沾直接顶 然后遭到白棋这个二路打拔 这一打拔过后脚上全部干净了 而且黑棋的眼位也没有因此变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应该先交换 接下来黑棋飞一个 然后白棋往里跳 黑棋再往左边去小飞 之后白棋大跳下来 这个黑棋顺势往脚上去断打 断打完之后再长 想要在这活棋 那一直下到这儿呢 双方的这个局势还是差不多 胜率看也比较接近 之后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右上冲一个先手 再往中间飞阵 白棋飞过来 瞄着黑棋的断脸 黑棋要包围这两颗子 那白棋传向眼 黑棋挤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也是想先手补断 接下来白棋往左边靠 这个棋杀肯定是杀不了黑棋的 比如说黑棋单退也行 白棋如果说小尖 这样搬了虎一个的话 那黑棋冲这个 因为你挡住的话 这儿有个打尺以后 白棋也挺麻烦的 或者说先断更好 先断这个地方以后 提掉联络的话 还有个打结眼 那你要是单退的话 黑棋立这个脚上要打 白棋得团 上黑棋就已经活了 实战黑棋顶一个 白棋往脚上长 先在这个左上动手 这个地方白棋只能说 计算还是比较深远的 这里交换完两手棋之后 左下虎下来断打小尖 黑棋拐吃白棋再搬了虎 这样去强杀黑棋 那白棋左上这里的交换 可能也是想在周围 有一些借用啊 然后利用这里的借用 就是想把白棋边上这几颗子 给他顺势联络 外边黑棋一旦分断不了 或者说没有什么先手的话 那里边这块其实是很容易死的 下一手棋 黑棋靠在这 白棋沾打吃 然后白棋先往上边冲断 这个就是这种思路 那接下来的话 黑棋在这儿的处理就非常的 不到位了 白棋断的时候 最好还是应该直接拐吃白棋 这个地方因为给他的借用最少 因为白棋已经要死不活了 他要是往上断打 再断打的话没用 这儿会遭到黑棋的断打之后滚爆 直接死 然后像这个左边 白棋如果沾 黑棋这一小间是先手 因为外边要冲断 他挡住的话再沾这个 你冲也完他就冲回去 挡住的话黑棋作活 这样这块棋又能活棋 然后左上的这个空也能保住 黑棋没有任何的损失 实战的黑棋这个长反而不好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左边沾 接下来黑棋小间 然后白棋长一个 冲一个顶住 黑棋跳一个白棋挖是好起 比这个直接沾要好 因为你沾以后再挖 黑棋肯定还是往二路单退 现在挖 黑棋走这个 如果黑棋走这个呢 白棋就便宜了 断了之后 以后可以直接往二路打 他要补的话落后手 黑棋这个挡下去是正招 白棋沾一个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去挖 这个地方比较复杂 其实黑棋想活的话 没有这么繁琐 直接沾 就是还原成刚才这个 挡住的话坐眼就活了 黑棋挖这个 可能想搞一个先手活之类的 或者说想瞄着白棋的 这个联络毛病 实战白棋继续往脚上去扳 黑棋拐 这个地方如果出不了棋呢 白棋纯粹是在浪费节财 但是既然白棋在这花了很多手啊 那明显已经算到有手段了 接下来白棋断打 黑棋打吃滚包 然后白棋往中间顶打 之后黑棋搬一个 这个是瞄着这个挖断 那白棋先断上去 黑棋仍然是挖 白棋双打吃 黑棋长 然后白棋再提 这样黑棋沾 白棋是不能把黑棋给封锁的 不然的话遭到黑棋这一打吃滚包 然后再连回去 左边这一连串的白棋是杀不过黑棋这一串的 所以说这样白棋不行 那实战白棋打吃在这 黑棋冲一个连回 那就看左上角的这个变化 其实中间这一串 倒也没看出黑棋到底便宜在哪 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 就是简单活棋 然后白棋脚上沾 这个棋黑棋确实不能搬下去 搬下去的话 遭到白棋这一段打之后再长 很明显黑棋爬不回去 实战黑棋跳方 下一手棋是白棋失误的一个地方 这个棋实战成这个就不应该 应该直接沾 直接沾的话黑棋就应该要死了 除非他这个先胡下去 然后跟白棋搬这个 后面可能要打结了 他如果沾这个 白棋可以长了之后再立 这样黑棋是完全杀不过的 因为他搬了之后沾 白棋冲里边是个直三 打吃沾上 这也不存在戒不归 黑棋沾这个 然后白棋再提都来得及 这个里边黑棋杀不过 实战白棋长这个 反而给了黑棋断吃做活的机会 接下来白棋再往上爬 黑棋打 白棋立下去 黑棋再冲 然后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沾 白棋就直接立做活 这个倒没什么 实战黑棋中间断打 白棋还是把上边这两颗子连回去 黑棋搬白棋提掉 打吃连回 然后黑棋连两颗子 白棋再立做活 这个地方确实还被白棋活出来一块 这个主要原因也就是 之前我们讲到黑棋脚上没有单拐 选择长一个 让白棋的眼位也变好 气也变多 从而最终导致白棋脚上的 这个活棋的一个结果 那这块棋活出来 白棋中间也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 那黑棋存亏啊 所以说这个局部的定型过后 黑棋的这个局势就完全 没法看了 这个白棋的空已经领先很多了 接下来黑棋冲一个中间点次 白棋沾上啊 这个地方黑棋还不能去断打白棋 你要断打 再往这走的话 那这个黑棋中间 首先你乘一个 双一个白棋以后是随时可以冲出来的 并且白棋根本就不用冲了啊 直接回头一断 黑棋上边就要死 打持这个就破眼 顶这个就打持在里边 沾上形成一个弯三 黑棋气也杀不过白棋 所以说实战黑棋老老实实 沾上做活 然后白棋中间靠一个断一个 黑棋断打 白棋其实这个棋提掉也行 提掉的话 黑棋打白棋就反打 提掉再提 还是可以连通 实战白棋沾上 当然都可以啊 这个地方白棋随便怎么下 不可能出错的 黑棋底下不断 白棋打了之后在小尖 然后黑棋靠出 白棋在这一冲 因为中间还有个结嘛 这个结黑棋打不起啊 靠出的时候白棋冲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沾呢 黑棋死 挡住冲断 黑棋就两口气 这个完全不行的 那这样白棋安全连回 下一手黑棋右下靠 靠完之后扳 白棋单长 黑棋虎一个 这个棋要收关了 然后白棋往这个中间去沾 黑棋左下打吃 打吃这个白棋其实沾也行 沾的话黑棋打了之后 冲白棋就断 联络的话再拐 只不过黑棋有些先手便宜 实战白棋也是打吃在右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担心 比如说以后黑棋右下 有这种二路甲的搏命手段 打的话就直接打结 力的话可能这个顶着之后 扳还有点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这手打也相当于 把脚直接给补干净了 那左下黑棋扳 然后白棋选择贴住啊 这个地方断确实不好 断的话黑棋这么一提先手 再一冲白棋底下爬黑棋挡住 这里白棋不太好谱 因为这个 首先你不能打吃在这 打吃在这被黑棋挤一般 里边就一只眼死掉了 立下去做活的话呢 黑棋有这手坚定 这个很妙 首先你打这个 被黑棋一占一挤先手 底下在一阻度呢 白棋死 冲这个的话 黑棋一断啊 这样这个白棋两边不入器 就让你这个尾巴掉了 这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直接贴住啊 黑棋如果吃这个尾巴 现在吃就比较小了 然后也是一个后手 白棋底下连续滚包先手 可以连回 然后再去抢大关子 所以说黑棋现在不会去吃 实战的黑棋往右边扳 白棋如果冲的话 黑棋可以打到之后冲这个去吃两颗子定型 这样边控还可以围出来不少 实战的白棋 直接回一个黑棋也不能沾 沾这个的话被白棋断打冲断啊 还是回不去 跟刚才有个变化图一样的 所以说黑棋长这个 白棋断黑棋拐 然后再长 最终黑棋把左下尾巴一吃 然后右边沾上 白棋中间提 黑棋点刺 白棋粘结先手 后面已经没有变数了 最终右下走到这个白棋粘的时候 黑棋认输啊 这个里边是什么棋都没有 白棋盘面的话 都要好一个节目起了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盘起来也是相当的精彩啊 这个主要的转折点 主要就是在左上这里的定型 其实白棋思路非常不错 就是想利用这个弃脚 然后外边先手包围 从而去强杀黑棋 左下这一块 不过黑棋如果走对的话 白棋是办不到的 只要黑棋往二路拐先紧弃 每块棋都能顾得过来 实战黑棋的应对有误 结果呢被白棋联络之后 脚上黑棋根本杀不掉 你只要杀的话就会被反杀 那这块棋被白棋火出来 黑棋的空就已经完全被甩开很多了 好 那天板棋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